各位好 今天8月30号 我是5月30日 吃了吗您的 是这样 今天有两件事跟大家聊聊 一个是关于有一位叫由头四六分的 在日本的博主 然后看到了在东京新宿的一家居酒屋 那家居酒屋门口写了一排子 是用日语写的 说告诉中国人 说我这店的食材都是从福岛过来的 那你自己小心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位看着就非常之不爽 然后就拍了一视频 在那跟店家理论还报警 警察也来了 好像还有一个路人的律师帮着他说话 他的诉求就是说这是一种种族歧视 你明确跟中国人说 你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 不跟英国人说 不跟美国人说 这个诉求还是相当明显的 你就是歧视我们中国人 大概是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就有网友就想跟我说 就问我说你这怎么看这事 大概是这样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在日本你处于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 他这两者之间 就是都有言论自由 你理解这件事吧 就是我不把它先从其他方面说 就是他都是有言论自由的 比如说这个店主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 有 对吧 你这个我不愿意招待什么人 或者是说我说我自己这个食材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没有这言论自由 有 那这个人有没有言论自由 就是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言论自由 有 但日本是一个言论自由非常非常受到保护的一个社会 它的保护程度其实在我看来甚至于已经高过了像美国那样的地方 因为它很多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呢 还是可以说出来的 那像这样的这种两种言论自由碰在一起 那我们就看这个言论自由 你到底是冒犯了谁 对吧 实际上而言 这个店主如果要说的话 那你说他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这个中国人呢 那其实很 其实没错 是冒犯了 因为只有全世界只有你中国人这么神经病了 当然可能加上一部分韩国人 也可能加上一部分就是欧美的那种极端的环保主义者 对吧 那他们加起来的话 确实也是不少人 但是呢 他就写中国人 为什么 是因为大概他那店里还去过中国人 其他人没去过 只有中国人反应的是最强烈 而且中国人的这种反应啊 强烈到莫名其妙的一种程度 对吧 他在很多的情况下 他需要各种各样的这种发泄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那他写中国人 我不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种歧视的状态 就像很多的地方在写各种告示的时候 他用简体中文写 那你我见过很多次 就是说呢 连繁体中文都没有 就写是简体中文 那这个算不算某种程度的怎么说呢 叫种族歧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不叫种族歧视 它跟种族其实没关系 它跟你个人以及你的文化有关 我一直在强调啊 很多时候呢 这样的歧视呢 并非是你的种族 而歧视是你本身个人的这种素质 对吧 那你想想看 你像我们这帮人 就是能够基本的理解这个 就是您包括像您 您观看我这个视频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到底什么才是这个文明社会的一个行为模式 对吧 你们不会去随地吐瓣 你们不会去那个随地大小便 你们也不会说是不给小费 或者是说你们不会是随便的乱停车 当然也不会排队加三 你们是知道这个是文明社会是怎么运转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群体 就是说你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活 在外面生活 我相信不会有什么种族歧视了 就像就像在那个在在国内的时候 对吧 人家平时说 我觉得有人说 哎呀 说你像个上海人 我觉得这是一 其实在国内生活 这算是一种夸奖 那可能有人觉得说 说这你还算夸奖 上海人的如何如何 没错 我觉得这是夸奖 就是你在你作为一个 你作为一个北方人 然后呢 你去了中国的一个 哪怕是地下室的 但是文明程度也是中国天花板的地方 那然后人家就觉得 你像个上海人的这种行为模式 我觉得这个没保译 一点我们都没有 所以说他很多时候 他不牵扯一个种族 他牵扯到一个政治种族 这个政治种族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 因为你首先 他又为什么用简体字 OK 你是中国大陆的 没人去操心台湾人 会不会干这种事 对吧 当然台湾人也有坏的 对不对 这个也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很少有人去用日语 在比如在欧美国家 很少有人去用日语 去写这个东西 因为日本人不这么干事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说把两个 用同样文字 就几乎是同样文字 因为简盘体它其实是大家都能够互相辨认的 它进行区别对待的话 那是不是叫做从种族意义上的这种歧视 这种歧视 其实说起来 我刚才说了 这是一种政治种族歧视 因为你在那个区域当中 你从来没有受到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教育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但是 如果你愿意看这个视频的话 说真的 就像我的一位网友叫雷尼尔 他说的似的 说这是他妈日本的移民广告 对吧 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社会 他言论自由受到什么样等级的保护 这个很牛逼的 然后他路过的律师 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们都是日本人 对吧 那我一定要称我们自己的同胞 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看看日本的这个警察 他是如何如何进行进行操作的 他不会说让你什么 你寻衅姿势啊 你是如何如何呀 非常和气的去跟你去再讲 那就是说你从言论自由 从法治 从各种各样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讲 那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宜居的国家 甚至于这个片子 我真的不想让不想让国内很多的人看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坚定的来移民来日本 那说不定其中就包含了像这样的人 因为像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 他不会说在中国做任何的抗议 对吧 我们可以能理解 像他他在安全的地方是最勇敢的 因为日本太安全了 他对对他这种人来讲 日本是一个最安全 能够让他获取最大流量 然后呢 让他可以在这边逞英雄的地方 那换另外一个国家 甚至于他换到美国 说不定直接就一大逼斗就过去了 我操老子的餐馆关你个屁事 你滚蛋 但你是扰乱我的经营生产 差不多就这样 寻信姿势 差不多这样 那肯定是大概 大概率是这么个下场 那只有像日本这样 现在如此温和 如此自由的一个社会 他才会容忍他 拿着 我不知道他用的是这个 日本的这个 是什么样的签证 容忍他拿着日本签证 享受着日本的福利 然后在这大方决赐 所以说这他妈 按雷尼尔说的 我觉得他说特别对 这是他妈的日本的移民广告 所以我说真的 这个视频 我真不愿意让国内看 一个呢 是说刺激那帮傻逼们 但是另外一个呢 聪明人 就很多人 他会愿意来日本移民 虽然说移民 中国移民多了 是吧 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促进这边的经济发展 间接给我 给我带来一些好处 但是实际上我不想 我更多的是想 就最好就是这样 不吃中国这碗饭 饿不死 就像昨天我 昨天我说的 在我朋友在白马 开的那个地产 地产公司 然后呢 做那个度假村什么的 那个度假村卖的飞快 因为那块 才1.6个亿 那收回环境无敌的好啊 对吧 我现在今天的清净责磨 就像 就像那样的 这种情况 人家就已经从几年前 从疫情刚一开始就说了 说我不做中国人生意 你爱来不来 你来我接待 没毛病 对吧 我要筛选成中国最好的 它不一定是最有钱 但是它最接近文明 这一拨人的 愿意融入到其他社会的人 作为我的客户 那就完了 其他的人老都不接待了 至于你来不来 你是不是来这滑雪 你是不是来这消费 我不在 我不在乎 我完全不care你们 那我的生意一向 我还是能够活下去 哪怕我挣不到那么多的钱 我原来也说了 说这个中国人的 就是你中国人 跟中国人做生意 如果我们在日本遵循 这个 这个 这边的规则 跟中国人做生意 最大的 70%的麻烦 是来自于中国 中国的生意 生意伙伴 或者是说 中国的游客 或者诸如此类的 这个就是这么回事 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不好 其实这个传播 这个视频不好 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 一个是他的 一个是他的那种 在安全地方的这种勇敢 利用人家社会的言论自由 以及对人权的保护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个不好 第二个呢 实际上很多聪明人觉得 日本真是个好地方 可能会 可能会大量的人会涌入 这两个都不好 大概是如此 这是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呢 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中国呀 这公司法的一个修正的问题 这个修正问题呢 我得跟大家是 先说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原来呀 我们做公司的时候 在一三年之前 我们做公司的时候 是十角制的 就是注册资金十角制 对吧 那那个时候 我相信很多朋友 在国内大伙有公司 就是我们必须 我们想做一家公司呢 比如说我注册资金一百万 我呢 就得拿出真正真金白银的 拿出一百万的钱 搁在这公司里 然后公司账面上 然后你注册这公司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说占用资金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为什么说 他没有办法做这个 做大额的公司呢 就这个原因 就是说你 我注子没那么多钱 对吧 那后来呢 就出了一个东西 叫电资 对 电资是怎么回事呢 电资就是说呀 你找一家帮你注册的公司 就比如说吧 我想我第一家公司 应该是 就是找人电资了 三百万嘛 对吧 我当时没那么多钱 怎么办 OK 我找人电资 付人一定的手续费 电资完了之后 他把这资金就抽回去 然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 这么长的业务了 那有人说你 你那个 你你为什么 你会 你没钱 你不用干这个公司 但是不行了 他很多的公司 他需要一个 你如果经营某种业务的话 你需要一个门槛 你如果不到这个门槛的话 你经营本来的业务 你根本去 甭买是投标啊 还是包括去 去销售啊 去那个什么 去开发啊 或者是获取某些高新技术的这种优惠啊 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资本量就没信 您理解这事吧 所以呢 现在来讲 就是说 那原来那一三年之后呢 就不叫这个 就不用电子了 你可以是认脚 你比如说 我说我注册一个三百万的公司 我就写三百万 但是呢 不一定让你需要你去把这个钱全搁在里边 可是呢 这事吧 原来啊 原来啊 如果你如果你不是这种不是这种变资的你还好说 如果你要是原来变资的那抓到你就是问题 你因为你是虚假虚报注册资金 他不管你到底经营什么业务或者你有什么实力 这个呢 查你就是事 他只要查你马上就是事 另外一个你抽走这钱怎么办呢 那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这个抽逃注册资金 就是您比如说我当时我跟大家说好几次 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有三百万的这个资金在这搁着 但是您说这三百万的资金 我是一个门槛 这没毛病 对吧 OK好 那我搁着 那我拿走这钱 我干点其他的行不行啊 你比如说这个很简单的 我拿走这个钱 我不可能三百万全趴在这 因为他没有用啊 他起码还有两万五 说这今年我用不着 那我怎么办 不能 你只要拿走了抽逃注册资金罪 知道吧 就是他有好几个在这 在公司法里有陷阱在那等着你呢 你只要是只要是想弄你 那会儿的所有的老板 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几乎是所有的 只要你敢注册公司 都背后背着这个几个罪名 就是什么虚假注册 抽套资金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反正是 反正大概是三个罪名 只要想弄你就都有 这个就是当年我们做生意 其实是属于那种所谓的 就是战战兢兢的 你想弄你那什么偷税漏税啊 什么注册资金出问题就随时就能弄你 那你三年以后呢就把这东西给取消了 大家就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为什么 因为我我可以认缴这个 你比如说我说我说我三百万 但是我往里割了一百万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关系 那现在他又给改回来了 说你五年之内必须把这个钱给 给给实际交清 那些实角交清 这个呢 你知道这是一什么概念 就等于是我们退回去了 对吧 你就是依然呢 就是在做了一个资金的门槛 那有人就说了说 难道这个不是好事吗 因为你虚假的注册 比如说我报了一个亿 我注册 那其实是没有任何人来监管你的 那因为有限责任公司 你就是这 你本来你说是一个亿 对吧 你欠了十个亿的债 那也就这一个亿 你有限责任吗 对不对 这个一个亿的责任 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如此 您理解这事吧 它并不是如此 有限责任呢 其实在中国没有所谓的有限责任 中国很多的公司 基本都属于无限责任 那你注册是有限而已 它就实际上不是 你是无限责任 想弄你 想把你的钱弄出来 除非像谁 谁叫有限责任呢 许家印那叫有限责任 你知道吗 像普通的那些 做一般的老板 他只能够说 就是最后还是会让你倾家当产 他跟这个关系 其实并不大 您知道吧 对资金安全这东西 关系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现在 你就会发现 他就退回来了 他就让你去一把石脚 那就是说你现在中国目前来讲 他的经济环境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他依然给你去雪上加霜 让你那些只有小资本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把资本金整个给他填充够 因为五年的时间 你未必能 你首先第一二年 你很难去挣钱 您不能跟 您都跟我的包子铺似的 对吧 我现在那包子铺 快成网红打卡点了 对不对 那我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没赔过钱 那有几个有这个能耐 说您直接 这算不上能耐吧 您有这个本事 干这事 就反正意思就差不多了 您能理解就完了 那其他人行吗 你不行啊 问题是大哥 你就只能够说投了一两年 你要开拓业务啊 如何如何 没几个能一两年的人挣钱 还得往里添钱 然后呢 你过几年 你还需要把这个 你因为你要去干这一行 你去你去注册这个资本 去给补足 那这事就谁也不好说了 那你能不能补足他呢 你补不足怎么办呢 对吧 你又落入了原来的 给所有的这些做生意的人 设的那几个陷阱 那你想弄你就弄 你不想弄 你当然他无所谓 对吧 中国的执法 那个松紧度 他妈的跟那个 跟他们 有说一不好听的比喻 跟他们 跟他们迈了多少年 屁眼似的 那个松紧度 我操 就到那种程度上 所以说你说 你说能怎么办 那没办法 就是他一边在喊着说 我要创造 创造环境 让大家过得更好 让大家去那什么 一边给你各种各样的紧入 重新再给你来个硅甲 负 来个他妈的海老负 给你绑起来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你知道 这个非常奇怪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呢 那原来的怎么办 原来的很多 就是在13年之后的 这些公司 对吧 他们是把资金量 资金又补回来了吗 不一定 然后等你现在 这过这么多年了 中国所谓的 法不究既往这件事情 一直做的不好 或者直接说 他想救你到什么时候 就救你到什么时候 大概比印度 好不到哪去 对吧 印度就干过这事 直接立法 然后再把你追溯多少年 这你就没招了 像这样的这种状态 也有可能出现 那你现在 你就是等于是说 等于是说 这个陷阱 原来废了之后 又给大家全安上了 只要是想弄你 还是弄你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包括你原来 你那些注册的 那些资本的 这些东西 它还是如此 就是你原来的这些 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注资的 或者注资额度不够的 这些 那你还是始终 我不老说 我说中国的做企业 或者做其他很多行业里 人家是达摩克里斯之剑 我们脑子上掉的是达摩克里斯 刀箱剪辑 也给我啥躺来说 往边剪出去抓罐子流行 十八班兵 全达摩克里斯 全属达摩克里斯的 哪根头发在这吊着呢 知道吗 不定什么时候 拨那个刀断了 挖嘰尖掉了一锤 然后呢 没人掉了一个棒子 后天掉了一个耙子 然后再后天掉了一把剪刀 然后你说 怎么他妈突然掉了把剪刀啊 说 当时后来说 哦 没注意 第十九班兵器 我又给他 我忘了给他剪下来了 你怎么弄 所以说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就是 我就一直说 中国在人外面 精神分裂的状态 非常非常严重 就是他上面说 是让从大方向说 是想多少经济能好点 能支撑 但是从小的这些方面说 就各类的 各类的奇怪的神通外脸 这种政策 就纷纷出彩 是限制你的国 就是说私营企业的 而且是小拨营企业的这种发展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没办法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 谢谢猪贵 来 跟各位瞎说几句 噢